传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25章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来看到 为什么罗马人一定要听到原告和被告的说辞 才会判决呢 为什么要听了两方的说法才要做判决呢 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尝试 大家都是这么做 但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当我们身旁有人 他们是有了什么样的争执 有什么样的不愉快 我们听了一方的说辞 很快的我们就会对另一方产生了一些偏见 或者是论断 以至于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受到伤害了 其实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提醒我们 是不是要等到听了双方的说辞 我们再去做判断呢 我们看到保罗被留在该撒利亚 在巡抚那边两年的时间 后来呢 这个 菲斯都 接了斐利亚的这个巡抚的职任之后呢 接下来 他会怎么样来处理保罗的案件呢 这个菲斯都新的巡抚 一上任 过了三天呢 就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了 可见得他非常重视保罗的案件 对这些犹太人而言呢 保罗的事情可以说是他们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那么想尽办法 就是要透过这个法律的方式来把保罗给杀了 所以呢 菲斯都一到了耶路撒冷 祭司长跟这些犹太人的首领呢 就来控告保罗 然后呢 也希望他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目的呢 就是要在路上埋伏 把保罗给杀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呢 又是想要 不管是透过明的或者是阴的 这个都要把保罗给杀了 那结果菲斯都呢 却跟他讲说啊 我很快就要去该撒利亚了 所以你们就派人过去那边 我在那地方来审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 是神的保护 让犹太人的这些阴谋 不能够成就 然后呢 菲斯都一回到该撒利亚 第二天就坐堂要来审判保罗的案件 可见得他也是很看重这个案件 立刻就办理 没有任何的耽搁 然后呢 保罗跟这些控告他的犹太人呢 就一起来对峙 那这些犹太人呢 又是把很多的这些乌控 都来控告保罗 但是呢 却又都是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用 那保罗就跟他就讲说啊 不管是他们说话的犹太人律法 或者是圣殿或者是凯撒 我都没有来干犯 显然呢 保罗是非常有理的 但是呢 这个寻抚菲斯都啊 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说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来接受我的审判吗 结果我们看到 这真的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啊 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接受审判 当然在该撒利亚审判就好了嘛 只是在一个拖延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无理的要求 为了要讨好犹太人 那保罗呢 也不中计 他说 我应该受审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你寻抚的这个审判堂 也就是该撒的这个审判的地方 所以我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情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所以保罗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 你都明明都知道我没罪 那他们这个既然告我的都不是真的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要上告于凯撒 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要求当庭释放了 那为什么说还要求要上告于凯撒呢 其实我们知道保罗 他是在制造机会到罗马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 他一心要跑完他的路程 要来完成他的使命 就是到罗马去传福音 因为罗马那边也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也希望能够到越远的地方 去传福音越好 所以他在制造机会要到罗马去传福音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保罗这么做呢 也是因为耶稣应许他 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为他做见证 也有同样的要到罗马去为耶稣来做见证 所以呢 保罗就凭着耶稣的应许 在这个地方提出了这个要求 那当然呢 菲斯都听了这个要求之后 也答应他可以到凯撒那里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就是当时的犹太帝的王呢 叫做亚基帕 那亚基帕呢 也对这个案件有兴趣 然后呢 这个寻抚菲斯都呢 就把这个保罗的案件 跟亚基帕王说了 然后呢 他把这个事件 就是来跟亚基帕王说了一下 在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 这个寻抚菲斯都啊 对犹太人的控诉 他就说呢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职 没有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也就是呢 我们看到罗马人呢 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强暴的民族 但是呢 罗马人也是一个 在法律上面 非常看重的一个帝国 可以说西方文明 这个有关于法律方面的文明呢 罗马算是奠定下重要的根基 所以呢 罗马人呢 在这个审判的事情上面 一定要被告跟原告都要讲清楚 才能够去定罪 所以在这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在法院审理的时候 这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 然而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 我们常常听到一方的说辞 我们就立刻相信了这一方的话 然后对另外一方呢 就产生了一些偏见 产生一些论断 这样子呢 当然就会使我们跟另外一方的这个关系呢 就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也太快的就做了结论 所以呢 当有人跟我们去告状 或者是批评到别人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太快就做结论 不要太快的就相信一方的话 当然并不见得 这方是在跟你说谎 但是呢 毕竟他自己的角度 也不是完全的 我们要听了双方的角度 我们才能够搞清楚 整体的这个事件 然后才能够做出一个 比较好的判断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算我们听了双方的 这个说辞啊 我们其实 老实说呢 并没有这个 去论断的 这样的一个权力 那我们呢 其实 希望 这个争吵 或者争执的双方啊 能够和好 而不是说 我们要去站在哪一方 或者是我们自己呢 好像是一个法官一样 在那边做判断 重要的是希望 双方能够和好 所以在 这个福音书里面 耶稣讲到说 使人和好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所以呢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是要 能够帮助争吵的双方 能够和好 而不是选边站 或者是自己 来做这个法官 来做审判者 愿主来帮助我们 在听到别人的批评 他人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 不会因此而犯错 或者是犯罪 阿们